台中历岩署查密医就会查到了这家根本没有执照的医美诊所 违法替病患植入期待 在这个搜索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两名病患才刚刚进行完植入手术 而不止诊所无照经营 在诊所内的这位院长跟副院长两人也都没有医生的执照 违反医师法目前遭到了检方积压境界 传说为病患非法植入期待手术的诊所 就位于台中市向西南路的这栋五层楼建筑二楼 外边没有设立招牌 楼梯口也看不到任何门牌指示 但邻居说印象中楼上是在经营医学美容 才有病患上门 医护人员也不少 但台中地检署证查发现 诊所根本没有开业登记证明 院内所谓的院长副院长也都没有医师执照 对外打着医美诊所的名号 甚至在网路上一搜寻就发现 张贴了许多关于期待细胞疗法的医疗新知 还有功效 甚至还提到市面上有专家出书推荐 只是一对照信箱内来不及带走的信件 可以确定病患口中的诊所 应该指示间生计公司 就是因为主打期待细胞疗法 有活化器官的功效 吸引不少爱美的女性上门 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还得约诊 那发现刚好有两位民众从诊所出来 刚进行完所谓的几代植入手术 那发现有犯罪嫌疑 检方接获同报上门搜索 这才发现负责人违反医师法 经营诊所替避患进入侵入性的治疗 目前已经遭到羁押境界 中天新闻六人龚玉德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